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在星期日的中午12点08分 川普发出了第一个推文 那两分钟之后发出了第二个推文 它是一个推文两百多字 那推特上好像一次只许发几十个字 四十五个字是多少字 我忘了英文它怎么算了 所以他谈的一件事情 那一个推文放不下就写了俩 等到星期一他又发了一个 谈到的都是中共在过去时间里占的美国便宜 出人一表 就是非常惊奇 非常显著的特点 川普在推文里 只字不提习主席 习主席已经不是他的好朋友 他知道习主席跟他称兄道弟 把他骗了四个月 川普的概念 我原来开玩笑 川普在世界上只有两个最好的朋友 一个是金正恩 一个是习主席 普京不是 这是他两个最好的朋友 那在金正恩跟他冲突的过程中 到后来包括冲突的过程中 他一直保持说金正恩是他好朋友 俩人他都不错 包括他抬屁股就走 跟习近平 在2017年4月5号6号 6号7号 海湖庄园见面之后 一直称兄道弟 习近平不这么说 但川普一直这么说 凡是涉及到中国问题 他就讲习主席伟大 习主席历史的巨人 习主席上嘴唇顶着天 下嘴唇拖着地 要吞下天地 要吞下天地 还一直这么讲 这是他一种做事情的风格 对吧 说你信不信他的 他说了 我说了 对不对 我是谁 我是美国第45任总统 美国人选的 我说的 我就这么走过来 2017年1月20号 他上台之后 走到今天2019年 两年多 在历史上的 在历史上的美国总统 我们就说近期 二次大战之后 包括 你否定 你不用去算那特殊时期的 你比如说 罗斯福也好 战争期间 罗斯福也好 杜鲁门也好 那是战争期间 那是一个特别的特别的状况 和平时期 正常时期 那美国总统 没有几个能像他这样做到这份上 没有 他不是传统的政客 他也不是军人 他都不是跟政治没有关系 他是个生意人 他自然带着他生意人的特点 对吧 所以你信不信他就这么讲了 但我们看到他有这故事 他在维护着某种东西 他在 他这个说法可以 无论跟金正恩多冲突 他可以保持之间的联系 这个很简单 无论跟习近平之间多冲突 他能保持一种联系 但是从星期日到星期一 三个推文里面 你完全可以看出 他其中的愤怒 他的愤怒来自于 他重复了过去时间里 贸易战开打以来 所有的话 主所有的关键词 但其中却没有任何形容词 你看就是 他抢了我了 抢了我了 抢了我们了 抢了美国了 抢了美国 我绝不让这种事情再发生 性情中的人 性情中的人 当他想把对方打死的时候 他不会提对方的名字 怕脏了他的嘴 我不开玩笑 性情中的人走向成功的男人 老男人 他不愿意提对方的名字 因为他觉得会脏了他的嘴 这是习近平 在川普眼中的地位 因为习近平活脱脱的当着面 把川普玩了 把川普玩了 而 而玩川普的起始点 十二月一号 阿根廷 五个月 所以我们跟大家解释过 骗子一定能得手 但骗子得手一次之后 会让所有明白的人 给他砸成肉酱 他除了对他恨 就是对他恨 还是对他恨 所以这是我在我眼睛里 我们看到的故事 那中共国的不堪一击 川普的两个推文 让中国丢掉了 连2.84万亿 在股市上 一天的时间 网上有篇报道文章题目这么说 德国之声 川普推测谭笑间 亚欧股市会飞烟灭 但是中国之外的 没有那么厉害 真正的是中国 他同时展现出 川普真正的实力 这是川普真正的实力 对不对 这是反映出 川普跟习近平之间的关系 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 中共称 关税不能解决贸易争端 刘鹤仍将率团 到美国谈判 大家看我节目的时候 刘鹤应该已经到美国了 有个时差 我相信中南海发水了 为什么 应该是习近平被吓尿 在同一个时间里 国内的 国内所有的媒体 包括社交媒体 全都封杀这个消息 全部封杀 王沪宁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因为习近平要历史性的承担这一份责任 而真正在国内打击习近平的势力 就在川普的推文拿出来四五个小时之后 在南华早报登出一条消息 刘鹤在四月三十号到五月一号谈判结束之后 拿出了东西 给了习近平 要准备五月八号的谈判 习近平给改了 他说时间点是这个时间点 但这个时间点中间是有问题的 就是说不一定是真的 但是呢 他里面说的这话 他说习近平改过之后 不去再妥协了 然后说任何可能的结果 我将承担责任 放你个驴儿屁 今天是习大大的天下 习大大用跟刘鹤说 哎 兄弟 他们俩住过一个寝室 所以曾经赤裸相见过 肯定的 大学里一个寝室 哎 兄弟 这个出了事我全盯着 你放心吧 他用说这话吗 他现在是主子 主子都是把事推出去的 他不可能说这话 他跟所有谈判代表说 哎 照着我做啊 出了事有我顶着 他可能吗 你看他现在讲话什么样 根本不是了 对不对 他连出场 这个开大会出场的时候 李克强都得等他坐快落座的时候 李克强才敢出来 他用去跟别人去打保票 说你放心干吧 你别害怕 他根本不会这么下贱 我今天让你这么干 就这么干 你不干滚蛋 对不对 南华早报那个消息 是假的 假的在哪 打他 知道出事 知道出事了 里面的人知道出事了 写了那篇东西 你查南华早报的原文 没头没尾 一个消息来源 外交部讲说 美中争端 关税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希望美国将与中国 一道解决各自关注的问题 我说过狗屁不如吧 关税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川普只是发了个推文 正式关税都没拿出来 已经把你吓得刘鹤 连门都不赶出 央行降准向市场释放 两千八百亿 对吧 你随便怎么说 嘴骗人的 川普推文出来之后 多家媒体讲 中国可能取消原定星期三 在华盛顿的谈判 也可能会推迟 那刘鹤有可能不参加 这话这么写不合适 这是在不同的媒体报道 主要是华尔街日报 主要是华尔街日报 彭博 还有美国商业电视台 它的原话不是这么写的 不过中国商务部 商务部星期二确诊 刘鹤应美国高级官员邀请 星期四星期五 在华盛顿谈判 他推迟一天 推迟一天 我觉得挺逗 他落在了五月九号那天 我觉得挺滑稽的 落在了五月九号那天 虽然决定跟美国继续谈判 但是没有任何立场松动的迹象 外交部发言说 美方威胁对中国部分产品加征关税 过去的情况出现过多次 所以态度一向十分明确 这话都是外交辞令没用的 这个时候 只能是习近平承担责任 刘鹤就说你说吧 你说我去不去 去我就坐着飞机就去 你说不去咱就不去 对吧 习近平让他去 习近平就完了 然后这期你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